中央社记者侯资营台北27日电第二代晶片护照内页底图物质类似美国机场图样 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昨天致歉 知情人士今天说外交部稍晚将在举行记者会宣布领务局长陈华宇负起行政责任下台 调任其他职务 外交部也发出采访通知 晚间五时三十分在外交部说明第二代晶片护照制发物是行政责任处置 将由外交部发言人李宣章主持 外交部仍是处长郭肃清及领务局副局长蔡又文出席 蔡又文昨天表示 合作厂商中央印制厂负责图稿设计人员是参照 自己之前拍摄的桃园国际机场 藏下照片为底设计单位丰富构图参考网络图片 却被标示错误的图片误导设计出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华盛顿杜勒斯 Daws国际机场及相似的手绘图 这是新版护照内页图样引发争议后 外交部宣布的首播陈储名单 1061227新护照物质 前后任领务局长均降调 中央设计者侯资迎台北27日电 第二代晶片护照内页底图物质 类似美国机场图样 外交部今天表示 已签奉合定领务局长陈华玉调降外交部参事 前领务局长 现任驻加拿大代表工中程调部办事 即日起生效 外交部傍晚举行临时记者会 说明第二代晶片护照制发物是行政责任处置 由外交部发言人李献章主持 外交部仍是处长郭肃清 陈华玉与领务局副局长蔡又文出席 陈华玉说领务局发行第二代晶片护照内页图片有疏失 造成社会大众不满 他表示歉意将负行政责任 昨天向外交部长李大为自行处分 此领务局长职务 陈华玉在记者会发表上述言论后 随即离场 李献章表示 有关护照内页机场图样物质 经查陈华玉及工中程担任领务局长席间负责推案 为善禁督导责任应负起三级机关首长行政责任 至于其他领务局人员惩处 郭肃清表示 这个案子作业历时两年 牵涉领务局护照组 新政组目前正在离 亲相关人员疏失 后续一公务人员考基法等相关规定 仅速办理1061227